这是我妹妹 这是我哥哥 兄妹同台受证 青年这些 报母恩更饮水思源 我妈有乳癌 然后我妈妈就接触了四季 她就觉得她要把握人生 因为她不知道她有什么时候会往生 那时候就是那一年13岁的时候 她带着我们走路四季 我就是很心痛 那些小孩子 他们就是无所事事的 在那边玩啊 游泳啊 因为没有得去读书嘛 所以就很心痛 那如果没有上课就就是这样 她就是以佛心十字 每一天分秒必争的在做慈祭 从早上每天早晨起来 就是去发现 一直忙慈祭师忙到 就是晚上 治疗完稳定后 关怀贫苦人家这条路 反倒走得更勤 我们就觉得 你应该在家休息 可是每一次 其实我们看到她从实际回来 更加的就是那种乏喜 那种快乐 那我觉得如果她让我妈妈快乐的话 那我们就让她去 然后那同时间 我们也很想知道 是什么一样的团体 让她可以就是牺牲她自己 做好事不畏急 考验却一桩结一桩 妈妈第二次这一次 其实心脏也有问题 对对对 就是在去年 四月的时候吧 在旌旗会要动手 但她还是一样 没休息 没休息 还是这样奔波 大姐也受证 然后我的二姐还没 但是是在持继复出 然后三姐也是受证了 那我是第四位 是今天受证 那我妹妹第五位 那你觉得你的基金是妈妈还几分之一 我妈一直给我几个而已 我妈说如果十分 她只给我五分 看我只有妈妈的十分之一 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 妈妈的心声 她就是那种很老实 很脚踏实地的人 好像上人讲的 实地菩萨的那一地 她就是脚踏实地 妈妈我们今天终于受证了 我们承诺将以博心为己心 守志奉道 生生世世都在菩提萨上 我们爱你哦 待新闻 肖志杰天志中 华联报导 也就算了